在牛肚子里旅行 张之鹿 有两只小蟋蟀 一只叫青头 另一只叫红头 他们是一对非常要好的朋友 有一天吃过早饭 青头对红头说 咱们玩捉迷藏吧 那让我先藏 你来找 红头说 好吧 青头说完 转过身子 闭上了眼 红头向周围看了看 悄悄地躲在一个草堆里 不作声了 藏好了吗 青头大声问 红头不说话 只露出两只眼睛 偷偷地看 他心想 我要是一答应 就会被青头发现 正在这时 一头大黄牛 从红头后面 慢慢走过来 红头做梦也没有想到 大黄牛突然低下头来吃草 可怜的 可怜的红头还没有来得及跳开 就和草一起被大黄牛卷到嘴里了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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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头拼命地叫起来 你在哪儿 青头急忙问 我被牛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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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他的嘴里 救命啊 救命啊 青头大吃一惊 他一下子蹦到牛身上 可是那头牛用尾巴轻轻一扫 青头就给摔到地上了 青头不顾身上的疼痛 一咕噜爬起来大声喊 躲过他的牙齿 牛在这时候从不会仔细嚼的 他会把你和草一起吞到肚子里去 那我马上就会死掉 红头哭起来 他和草一起进了牛的肚子 青头又跳到牛身上 隔着肚皮和红头说话 红头不要怕 你会出来的 我听说牛肚子里一共有四个胃 前三个胃是储存食物的 只有第四个胃才是管消化的 可是你说这些都有什么用呢 红头悲哀地说 当然有用 等一会儿牛休息的时候 他要把刚才吞进去的草 重新送回嘴里 然后细脚慢咽 你是勇敢的蟋蟀 你一定能出来的 谢谢你 红头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了 他咬着牙不让自己失去知觉 红头在牛肚子里 红头在牛肚子里随着草一起移动着 从第一个胃到了第二个胃 又从第二个胃回到了牛的嘴里 这下红头又看见了光亮 可是他已经一动也不能动了 这时青头爬到了牛鼻子上 用他的身体在牛鼻孔里蹭来蹭去 牛打了一个喷嚏 红头随着一团草 一下子给喷了出来 红头看见自己的朋友 高兴地流下了眼泪 谢谢你 青头笑咪咪地说 不要哭 就算你在牛肚子里做了一次旅行吧